对于这个他借名投书潘顺云 这是他新闻局的同事被记了申戒 那么郭冠英则是表示他很难过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回到新闻局呢 郭冠英则是反问记者 新闻局是什么东西呢 到底会不会回去 他还说我要查地图 我只有对我同事被申戒 我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难过 因为 我同事才来 愿意去名写那封投书 但是他那个 职称是我给他加上去的 这封投书 是他的意思 也是我们共同在一起 在电影处生活了四年的 一个 我们共同认为的一个支持 当然这件事情 也使得本来一个 新闻局有很多人要为我 共同签名的一个投书的行动 可以停止了 我很感谢新闻局还有那么多人 有的人支持我 他们不一定支持我的一些周围 但是他们支持我做一个 他们的同事 我们大家相处的很不错 所以 我一直说我对我新闻局 很多很多同事 以前都在一起 为了改善我们新闻局 为了 为了 爱我们这个国家 所做的共同努力 我表示 非常的谢谢 会有这样的言论呢 你们问我话的话 你们是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这样讲啊 副局长说 他希望你今天还是能回局里面 办理离职一面 影响到个人的权利 我已经跟TVBS讲了 我不知道新闻局在哪 我现在要去查地图 然后那个地方是什么机关 我要再去了解一下 如果在今天查清楚了 我当然要去那个地方 如果证明我跟那个机关 是有关系的话 我当然要去到那个机关 人总不会忘本嘛 主任担不担心 在申请令和的审计情节 会不会担心 还是你觉得这是几十年来 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因为这个 这个所谓的很多 不正当的一些心理因子存在着 并不是我今天担心或我不担心 或者我负责或我不负责 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的 我想这个事情 也不可能说我很担心 我对这个事情引起来 我如何如何 我表示道歉 我表示抱歉 你觉得这个正当性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 在那个网路上写文章的人的谈话 我不能代表他们所有的 所以我无法评论他们 你觉得对或不对